那接下來來到第二場比賽 第二場比賽這個地方看到的是阿珠布霍斯特對上TSM 阿珠布霍斯特這場直藍方 那麼BAN角色奧利亞納約瑞克跟卡特蓮娜 那TNSOLOMIN這邊BAN掉的是亞歷斯塔 ENVIA還有SHET 這邊看來阿珠布霍斯特首選到又是 喔伊澤瑞爾果然不是BAN掉就是首選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很正常啦伊澤瑞爾現在真的是很強 現在是TSM TSM如果有什麼壓箱底的 哇上一場的這個被傑西教訓 對傑西也是戴瑞斯很擅長的一個角色 自從傑西這個角色一出之後 我看戴瑞斯的時光他就一直在用這個角色 那他應該這場就叫做怒玩傑西 你說不是只有你會玩傑西而已 我也會耶 然後接著還是選了十個 這個真的是怒選十個 我覺得很有TSM的風格 這邊阿珠布選了一個吸血鬼 是一個上路東路都可以打的一個角色 那等一下就看你到底是要 上路要選什麼角色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個調換是多可憐 可是沒有必要看啊 因為他已經選了戴瑞斯 戴瑞斯已經選了那個傑西 應該百分之九十是打上十 就是說他選了一個可以掉線的一個角色 等一下可以再來做一個調配 因為吸血鬼真的是一個 打中路跟打上路都是 我覺得現在都是算非常非常強勢的一個角色 因為後期的輸出就是非常可怕 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TSM還是一樣怒選死哥 這場比較更需要考慮到說 因為傑西是很poke的英雄 但是死哥是很硬傷的英雄 就是說一定要 我覺得整個這個陣容 等一下他們一定要互相給調和一下 不然這個兩個組合 就感覺比較沒有那麼配 我覺得這兩隻相對是比較沒有那麼搭的 而且再加上這裡 反正AD是選了葛雷夫 葛雷夫也是很受歡迎的AD 然後AD是選了葛雷夫 現在就看這一格到底要選什麼 對 葛雷夫到底要選什麼下去 這場究竟會讓 這究竟會成為亞洲聯賽 你知道如果說 如果說TSM打輸了 如果說 不 如果說TSM打輸了 對 如果說TSM打輸了 那決賽就 四強賽就快要變成亞洲聯賽 這個全部都是亞洲隊伍 勉強把俄羅斯也算進去 最後選了一個機器人 機器人加葛雷夫的一個 那剛才那一場 那這一場我覺得 你看 不是只有你會玩機器人 我也會玩 這真的是人家玩 TSM soul rage 這邊要看阿蘇布 最後一個carry的名單 到底要選誰 因為這是 我是蠻好奇 決定中路跟上路 究竟是哪一隻英雄 伊瑞利亞 那果然就是要機器人打中路 伊瑞利亞打上路 那我相信 如果你會玩一隻英雄 你通常也知道康德他的辦法 所以 我 不太擔心阿蘇布浦斯的shy 所以其實 所以你看到其實 剛才這個 史丹利其實也是 玩傑西被那個 這個什麼 Magnon打的 用伊瑞利亞打得非常的 稀稀慘慘慘的感覺 對沒有錯 所以 也可能就是 伊瑞利亞打這個傑西 有特殊的打的一個方法 當然也有可能是 因為Magnon很強 但是 但是 確實我們在剛剛的比賽裡面 有看到就是 弩壓 那個時候也是壓了三十幾次 對 不過他也跟Jungle有過來幫過 也是有關係的 TSM最後一個peak 選擇了Ma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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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對方上一場玩的 這個 這個peak 真的超Rage 上一場 他們玩的 我們再把他偷過來再玩一次 然後 然後 Reginal也很Rage 他說 我再選一次死哥 我告訴你我死哥很強 因為你們是全地圖 我告訴你誰才是全地圖 我覺得這個peak 我不曉得啦 我不曉得 可是那個peak 滿有那個Rage的意味在裡面 就是你peak的對方 三隻是對方上一場選 對 然後有一隻是 有一隻是 那個 AD是沒辦法 因為AD上一場對面選MF KRs 未必就是有那麼擅長 但是其實那個 葛雷夫其實也是不錯 葛雷夫是很好的peak 那 然後死哥是 上一場打輸怒選 就是 從 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peak 都很有這種感覺 這是 現在現場 支持TSM的觀眾 在替他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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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大家 現場的觀眾朋友 哇 阿珠布霍斯特 加油的生意也是很大 也是很多人 支持阿珠布霍斯特 我相信 比起來TSM真的是大得非常多 但是 但是我相信 因為阿珠布霍斯特的表現很好 所以大家應該都是 也是會挺支持他們的 就是我覺得 現場的觀眾朋友 最大一個特點就是說 每一個來的人 都非常愛英雄 所以我相信這場應該是 會所有人都支持TSM 因為我們都想要看第三場 只有我支持阿珠布霍斯特嗎 是因為你想要下去休息 哈哈哈哈 誰幫我叫小丑過來 誰幫我叫那個Joker過來 我 我好像 我好像已經 四個五個小時 沒有看到他 有沒有知道我的 他已經回飯店了 我的好機友 我的好機友Joker已經跑哪去了 他已經回飯店 你明天 你明天要講兩個set 你知道嗎 哈哈 明天 哇 已經聽到燈燈的聲音 已經在遊戲開始 來遊戲已經開始了 這一場阿珠布霍斯特對上TSM 對上TSM 那各位觀眾朋友 也不一定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有觀眾朋友 是早上四點起來看的話 現在已經想睡覺了 現在 早上八點四醒 是是 還是要說 趕快去吃早餐吧 TSM 五個人都聚集在這裡 如果Shy的這個位置 被看到的話 這邊被擦了一隻眼睛 隔牆擦進來 這個MadeLive的眼睛 擦得非常的好 TSM來的極點打兩下 但是沒有辦法打到第三下 怎麼講 這部POSE 是做一個比較防守的一個型態 我覺得剛才這根眼睛 應該讓TSM非常的 惱火 因為原本是躲在這邊 想要抓個東西 突然就 你隔著巴龍的牆擦一隻技能 而且 最重要的是說 X-Special沒有貼的那個牆壁 他沒有預料到背後 巴龍的池子會有人擦 因為老實說 你擦得到眼 X-Special就 理論上就抓得到他 是 從那個角度來說 可能是比較難以判斷的 好 這邊看 停守命在1分40秒的地方 有沒有要過去抓對方 那一波 解析的加速 然後是Reginal的Q了一下 哇 這邊位置已經被掌握住了 要成功的做一波進攻 其實會變比較困難 好 使用機器人只為一級的進攻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從對方看不到地方 好 這邊 這個TSM應該也是直接試滾 只有要過去 偷對方的藍 應該是跟上一場 Rubu Force的一模一樣 就是要把藍拉出來的 你上一場怎麼對我的 我就怎麼對 哈哈哈哈 好 這邊 TSM比較有趣的是 傑西已經跑了下去 應該要準備做個逆EU 然後開場拿藍 哇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藍拉出來以後 就 順利的偷到 傑西沒有要拿藍的話 就直接下路 直接 順路就直接做一個逆EU 我覺得 PSM這個打得非常漂亮 以免這個傑西在上路 跟伊瑞莉亞打的時候 打不過 對 打不過 以免打不過 不過下路 遇到 伊瑞瑞加塔里克 其實很痛苦 也沒有那麼好打 對 其實很痛苦 但是就 虐待Darius 中 虐待 虐待Dirus 我把他唸成Darius 最後一個素人進去 看到你在偷吃我藍 我們來看看 冒凱的smite CD 還有一半要轉 這肯定是沒辦法 但是 伊瑞瑞爾也來了 傑西也來了 現在大家都來圍爐 這一隻藍Buff 一個藍Buff 可以受到這麼隆重的 貴賓級禮遇 想必藍Buff先生 他是受寵若驚 然後在一級的時候 就這麼多人要來找我 真是的 不是 這也太誇張了 這藍Buff 如果Frost來說 到底有多重要 已經派了四個人來下路 兩個加上中路 加上Jungle 這也是欺負TSN EU 這邊再怎麼樣叫 就只有三個人 不過這邊其實 Special已經過來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 Special已經衝上來 所以是一個 試打試 但是Reginal沒有過來 這個藍Buff還是有點危險 不過 李阿萬 李阿萬的smite已經好了 喔 拉到了 Malive應該是 難以逃出身天 打出了Buff Buff 下面還有持續的追擊 死個魔不夠用 魔不夠用 沒有辦法打死 TSM打出一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Buff Buff 這邊其實是把對方籃在後面 大家有聽到嗎 還是只有我 我不知道 Mine有沒有收到這個聲音 現場馬上響起了一陣 TSM TSM 看他們有多受歡迎 這時候給 Azobu的壓力也比較大 因為現場的群眾都是 TSM 我覺得剛才那波打完之後 等一下 Kel在上路 把兵推出去之後 很有可能可以配合 帽凱跟機器人 直接做個帶子 我剛剛一句話沒講話 這個現場群眾 主場的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我想 Azobu Frost應該是承受了 一定程度的壓力 不信你去問新加坡 還要鞭屍 還要鞭屍 不信你去問新加坡 這邊冒開 等一下吃完紅Buff 其實就有機會來做一波進攻 因為 其實在三四級這個地方 其實要做 喔 差一點點沒有拉到 Azobu Frost 拉到的話其實對他來說 其實有點危險 因為葛雷夫在競爭 他如果拉進來 葛雷夫在非常近的地方 Q一發 未必 依瑞莉亞瘦得了 不過傑西 當然這裡阿一打二 一樣是承受 打的壓力 被Q了一下 不過畢竟傑西是一個 遠程的一個傷害角色 不過 所以來說 其實不會有像依瑞莉亞 被壓到這麼慘的現象 而且 即使一些小小便便腳 他還是可以 按Q去撿那小便 我又被Q了一下 他離開了暈倒了 依瑞瑞爾 依上來打他一波 Azobu Frost 依瑞瑞爾打得相當的兇 現在冒開已經準備要過去了 可能會直接做個dive 他沒有要回家了 明燈 當場明燈 是嗎 到底有沒有要dive呢 是吧 昨天欠我一頓消息 要不然這個還你 沒有dive 你看沒有dive 好吧 因為他退掉 因為他感覺到自己要被dive 因為這邊其實是一個 逆U的一個很正常的打法 在子方逆U的時候 然後 過來的時候很容易 做一個三打一的一個dive 在三級左右的狀態之下 而且對於這個上塔施加了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下一波小便又剛好進來 你看TSN完全 完全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他們也沒有任何往回拉 因為他們知道下一波小便會進來 而我們可以把dive塔拆掉 然後現在打完這個塔之後 馬上逆U回去 為正常的U的狀態之下 也有可能會配合這個傑西傑 在下路打一個人多打人少 看起來是要下路要4打2 然後推掉下塔 這是非常典型的快推大局 TSN想不到對這個海鍋流的打法 變成這麼熟悉啊 你還說人家不熟 明燈 請吃下夜 我什麼時候說他們不熟 上一場說 你不要以為我忘記了 我時候可能補下不熟 請吃下夜 請吃下夜 好那我們看到TSN確實 對於下路4加1 其實也沒有他們跑出來壓中路 機器人跟葛雷夫跑來壓中路 因為看傑西好像也還OK的樣子 他們是要直接打中路 他們直接要 對 因為吸血鬼現在 吸血鬼現在抗壓性很差 對 吸血鬼現在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做吸血的動作 他5級而已啊 吸血洗不動 然後那個Sustain就是吸血吸不快 傷害也不夠 對 靠雷夫 機器人 拉了一下 拉到試鬼 比較尷尬 但是我覺得TTSN這個煙霧帶的位置 這個找不掉了 喔 Claw Tamla Jungle的史佳娜 在這個位置遭到了三個人包夾擊殺 我們可以順次直接把這個小龍給吃掉 這個應該是沒辦法守的 因為對方已經沒有Jungle 阿珠不知道他們在吃小龍 但是總共有四個人 光靠塔利克一個實在是不能做什麼 TSM非常重視這一條小龍 那個Reginald上來之後是連AE都看起來打 好現在打到7分半的地方 這個TSM已經領先大概3000塊的一個差距 而且重新的讓杰西回到上路 兩個人在比誰的減兵少 因為剛才都二打一 剛才都以一敵二減兵減不起來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E瑞莉亞好像還是給杰西比較大的壓力 是因為其實他們現在算是一個正常軍事的狀況 可是TSM用了這個戰術之後 他們有取得前期的一個精細領先來說 其實真的是非常不錯 現在390來自於塔跟龍就很多錢 那把這個整個戰局往後延伸的話 其實這個Reginald整個裝備起來之後 這個TSM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機會的 好我看到其實KELS這個前期有賺到的狀況之下 其實打這個塔利克 比較像E瑞莉亞這個組合就比較沒有那麼難打 這邊前期是有賺到的齁 你看打這個組合 因為其實我們常說 他這個NEU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常說機器人很怕塔利克 在前期的地方 尤其因為你沒辦法拉過來 你把他拉過來就是一陣尷尬 好這裡成功的把藍buff遞給了Reginald 那Reginald拿到了藍 其實TSM現在正在一個非常好的優勢 優勢的平面 這邊茂凱已經準備要過來要做一個3打2了 其實我覺得剛才那是一個連貫的一個推塔 像如果剛才傑西打完之後 可以做一個4打2下入一個dive 直接把塔推掉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漂亮的停車 所以你終究還是沒有說錯嗎 那TSM對於這個快推沒有很少 到底是說對還是說錯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做我的評論而已啊 我自己選一個 超無聊的 好 今天看到中路的地方 Reginald因為他拿到了藍buff 完全不客氣就在洗冰 但是Rapid Star這裡也在洗冰 其實兩邊都是一直把冰線洗掉的狀態 傑西跑到了中路 傑西跑到了中路 配合死哥兩個人要打一波 然後吸血鬼決定要反擊 那是史加納先把死哥拖起來 但是在這裡吸血鬼先承受不住 這大陸是最後這波傷害真的是非常厲害 台下又再度想起一陣 TSM的呼聲 這速度非常的高 中路這個塔可能也可能就不保了 這個我看是不斷的瘋狂的在推這個比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 欸 比較古典的風格 就是說雖然他們上路應用了逆移路的快推 但是整體上來講還是打一個比較古典的風格 像剛剛就是利用中路的 喔 等一下沒有拉到 中路就是利用了一個會戰的優勢 就是利用會戰 然後取得會戰優勢 然後來想辦法獲勝 然後是一個比較古典的作戰方式 那這邊希望CSM有辦法繼續把這個壓力繼續給Azubu Force 如果這樣不斷的這樣一直農兵的話 其實對PSM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畢竟伊瑞莉亞跟吸血鬼是兩個大後期型的一個角色 那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話 其實對他們其實沒有這麼好 好 這邊看到其實CSM這個地方其實已經濃了大概90隻 已經慢慢要把RAA給出來了 對 遊戲時間來到11分半 其實在集團比數上面 TSM是3比0領先的Azubu Frost 然後下路的地方呢 我們就把他們現在在下路的當下路 就是AD當下路 在下路的地方 那格雷夫斯98隻領先的其實是20隻 其實也是領先的Azubu 不過上路的伊瑞莉亞領先的傑西也20隻兵左右 看起來傑西就是一臉打不過伊瑞莉亞一樣 阿瑞莉亞現在其實就是能減多少算多少 等一下隨時就小龍會這樣什麼之類的 其實就不用跟伊瑞莉亞對線隊的這麼幸福 OK 我們轉到加起來 到ación 他接下來自己的衝突 然後給他 保活 我們來kung 已經被茂凱指定為目標 他連交兩個閃線 茂凱還是會綁到他 不過位置已經超深了 這就是EZORU的一個很大的優勢 他帶閃線的時候 連續兩段的閃線 拉開的距離一定是所有AZ中最遠的 不過剛才茂凱那個飛的距離真的太遠 先自己閃線一次之後 然後捲出去之後 然後等於有四個閃線這麼遠的一個距離 這邊TSC 有辦法把這個塔拆掉嗎 我覺得是稍微比較困難一點 感覺是非常困難 TSC其實沒有拿到中牌沒有拿到下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優勢也沒有在擴大 就是停在3000 停在3000一直都沒有變 然後變成一個護膿的階段 可能要等下一個小龍出來的時候 才有辦法再打出一波比較好的一個會戰 對於TSC來說 這單淘汰賽 BO3的第二盤 目前被AZ領先第一盤 被AZ贏了 所以是被領先一盤 因為B23的單淘汰賽子 等於這場是死都不能再輸的 好這邊小龍已經出了 傑西應該已經差不多也該下來了 因為這次小龍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尤其是小龍會戰打下來的 因為傑西這時候來會比較好 就是傑西可以把龍打掉之後 順路把下路給帶掉 就是比伊瑞莉亞可以拆上路 可是我們可以打掉龍跟星塔 這樣會比較大 然後 帽凱在手中裡面拔出來 把塔里克拉進來 這讓葛雷夫的攻擊 什麼機會殺掉呢 可是史加娜也在 史加娜把R1 R1拖起來 結果是帽凱率先抓到緊盪 現在看起來局勢是 AZ的大戰優勢 AZ的大戰優勢 AZ看起來可以殺死 沒錯可以殺死葛雷夫 是不是打雷夫 這個地方AZ打得非常的好 小龍輸了之後我覺得 這個傑西應該要直接下來 不然在那會戰其實沒有這麼好的戰 主要是把所有的火力 全部都打到塔里克的手上 我覺得是有點危險 中路REGINAL展開了一波進攻 但是沒有想到伊瑞莉亞也在這個地方 往後交了一個閃現之後 連虛弱都要交出去 伊瑞莉亞衝了他一下 好這隻小龍開始AZ就直接拿走了 這樣的話一瞬間 如果AZ拿下來的話一瞬間 經濟就被追平到一千塊以內 PSM 小龍輸了的話來得及嗎 來得及勒 衝不出來 來得及 打龍有點慢 因為伊瑞莉已經沒比了 好他不打算來 因為畢竟這AZ人太多了一點 誤死派 先確保藍吧 對 你畢竟在這個時候 其實在卡爾薩斯的方面 這個藍BUB就是非常需要 其實是你原本的經濟零件 被縮版到不到一千 不到一千 我覺得真的是 像Fake說的一樣 就是 卡推太滿 而且其實 剛剛那個地方 其實小龍出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先下來一下 其實如果先下來的話 其實那個龍 其實是一個 心中打下來的狀態 因為對方完全不敢跟你打 那AZ人閃了好幾次的中塔 應該是要 趁對方傑西離開的時候 再把中塔拿起來 你可以看到 下路的地方呢 一大坨的小兵進塔 一直在瑞爾趕忙 跑過去要吃這個下路的小兵 這邊AZ人閃的顧眼方面 其實顧得非常好 可是在各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走道 其實AZ人閃眼睛 全部都給上了 反而是 反而是TZ人這裡的眼睛 比較偏重 上半部 你看下半部的 河道完全是沒有東西 對 這有一點過於危險 應該是 盡量還是要把所有的河道 先上過 一種 這個 打起會再來做 機器人 機器人在下路的河道上 補了一次 我這隻眼睛 救了葛雷夫一命 因為蝎子 史加納進來 如果沒有那隻眼睛 我這邊要抓嗎 沒有被拆掉 那現在打起來就有點像 就是正常打EU的一個感覺 就是比較沒有前傾那種 就是用戰術型的打法 戴爾斯 操縱者傑西 往前 稍微追擊起來 越莉亞 越莉亞跑了兩步 又停在草莊裡面 因為看起來似乎在思索 反打的策略 但是最後還被拆了 這拿出錯了 所以還是要穩穩的打 只要打到後期之後 其實TCM要打贏 其實 由 伊瑞莉亞跟吸血鬼 這兩個超級傷害的角色來說 其實TCM要贏 就比較沒有 就沒有 就沒有 這兩個黃切 肯定走不掉下來 要噴得很棒 那現在TCM就只剩下1000塊的一個領先的優勢 大絕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過伊瑞莉亞威力好強 從這裡來切掉塔利克的那在追擊 放伊瑞莉亞去追擊 瑞莉亞有點危險 哇 這個閃現 結果miss的沒有Q到 又被一個虛弱 沒有Q嗎 伊瑞莉亞切到旁邊了 瑞莉亞捧不掉了 完蛋 欸欸 差一下呢 好 給西藏大絕 就是個卸掉 這也太 現場觀眾也太不公平了 阿珠姆Frost打得這麼漂亮 然後 都是 零零星星的歡呼 然後 瑞莉亞大絕反炸到伊瑞莉亞 全場怒吼是這樣 也太不公平 好 正常地主隊的優勢 但是 我覺得阿珠姆Frost剛才處理的 不錯了 是 因為剛剛那個新鮮鬼騎 已經 必定死掉 你就是必死的局 對 他已經把他帶到一個很好的位置才死掉了 所以我覺得打得非常漂亮 好 這邊 這金銀殺局還是在1000塊這個地方 其實剛才那個地方 其實本來是DSM賺的 結果後來被阿珠姆直接拖到後面起來 就沒什麼賺 不過死哥死前還拖了一隻伊瑞莉亞 所以其實還是 還是算 追以人頭技還是有賺 哇 這裡有眼睛 但是 Chaos不知道 Chaos不知道 結果就是被蝎子拖起來 我覺得剛才那個 沒辦法 他看到的蝎子就已經太遲了 不管他往上往下閃 其實都逃不掉 現在有閃現 他如果用 他如果 啃腳 就是他如果站在那個草莊裡面啃腳 往上走 然後啃腳 衝鋒加閃現的話 應該是 就是還有機會 亞珠夫Post 現在已經把 喔 現在不知道有什麼狀況 沒有關係 喔 沒有關係 反正是一個暫停 有可能是TSM Call的暫停 畢竟是生死存亡之戰 還聽得到遊戲的聲音 還聽得到人打字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你知道嗎 搞不好要討論一下就不定 你是說M5大絕招嗎 先斷線 這個也不是什麼 反正反正就可以暫停 暫停下來討論 也沒有人敢說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規則上是怎麼寫 但是M5常常斷線 然後斷線回來以後 超級反殺 M5常常有這種事 欸 遊戲又開始 遊戲又開始 是不是 我會聽到聲音 我想先按道理 好 我們的遊戲好 回來了 GO 好 雙方完全是一個膠著 你看 不然是擊殺 好 不然是經濟 都是幾乎一模一樣 我主要是這兩個陣容來比較起來 說 如果到後期 如果被阿珠布硬開的話 其實 GSA會沒有拉到 沒有拉到 阿珠布有超適合硬開的 閃線塔利克 閃線的史加納 各種硬開 不過要到很後期 因為阿珠布現在其實 裝備整個都還沒有起來 至少要等那個 伊瑞莉亞的三項天使甲 把整個都起來特別換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現在的狀況就是 很膠著 現在兩邊互相在互演 把演技佈好之後 我看所以不能先背著到對方 因為其實以貼身而言 他們也有非常適合抓失誤的機器人 就是雙方都是 走在一條很緊繃的線上 這個他就是要 直接切掉 阿珠布Post 結果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領先來 還是一樣 膠準 膠準 一百塊兩百塊 贏你兩百的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TSF打出一個 蠻不錯的成效 這個逆 可是後來 就完全沒辦法手 憑著那股雪球 其實推出 我絕對沒有把雪球滾起來 瘋狂掃兵中 旁邊TSF三人四人 總共一大堆人躲在草叢裡面 而且帶有Oracle 不用擔心蹲草叢 那事情被對方發現 其實 TSF的機器人的移動速度算很快 但是蠻子也是很快 這兩隻的開局 都要非常的注意 但是蠻子的硬開 還是比機器人穩很多 好 這邊伊瑞莉亞 三向已經出來了 所以等一下 會戰的時候 伊瑞莉亞傷害會大大增強 那小龍已經出來了 到底是 兩方面誰在打小龍 到底是打小龍 我覺得目前啊 經濟太焦躲的狀態下 大家都非常需要這個優勢 那經濟焦躲的狀態下 就是兩邊看誰的視野會比較好 誰還沒辦法掉落這個陷阱 好 這裡 阿如普是選擇先拿藍Puff 尤其是把他交給伊瑞瑞爾 因為吸血鬼不需要藍 其實我覺得 這種向性是很好的 因為伊瑞瑞爾 比所有的AD都缺藍 大概跟Code我們不相上想 只剩下這段衝去吃龍 阿如普應該 反而要做一個BATTLE 這邊要等著 要等對方過來 可是阿如普完全不過來 這裡 實在是判斷不能追進去 因為他們是零視野的狀態 對 因為其實你剛剛 機器人已經在那個龍區 那個彎角 你準備就定位要拉了 這裡展開了一個會戰 伊瑞瑞爾往後展現 把他裡面有乾脆轉身 衝進敵陣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判斷 史佳娜上來 史佳娜 把這個拖起來 但是傑西到了 成功擊殺的傑西跟 Reginald的死哥 Reginald的死哥 唱出了大絕 但是能力有限 而且阿如普 霍斯特這邊 迅速的把可雷夫放倒 最後追擊冒凱 這樣的話會是一個S 伊瑞莉亞有三項 伊瑞莉亞有三項 追得到嗎 追得到嗎 阿萬你怎麼做這麼快 阿萬你怎麼做這麼快 阿萬到底是 他怎麼了 他穿武術鞋嗎 這有點快 大安齒拉 如不霍斯特順勢打了巴龍 這裡呢 冒凱沒有spike 沒有閃現 似乎沒有辦法來阻止 這個吃巴龍的動作 現在伊瑞莉亞 現在給伊瑞莉亞彈 伊瑞莉亞一邊彈一邊回血 換鞋子彈一下 應該是 喔 再說一顆大絕 成功吃掉巴龍 冒凱雖然徘徊了一陣子 但是不能怎麼樣 阿神阿祖不仁心 領先到一個2500塊的優勢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會戰 我覺得 吸血鬼那個大絕丟真的太好了 真的非常之好 感覺原本在逃命 立刻回生一個大絕 然後接著血池進去 因為幾乎所有人都 完全是傷害之下 然後在所有人 在進去把牠們圍起來 那面對上傑西這種角色 其實呢 這個 DSM要打這種 一打硬的會下去 比較困難一點 傑西有很不適合上去 直接打一個直接的招號 看 加上他們的移 之後 打這個 就是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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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牡 等曠 他在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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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後面。 他在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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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後面? 他在後面,他在後面,他在後面,他在後面。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個會轉。 主要是我覺得剛才傑西的那個Bet真的做得太好了。 好,Siccola,現在AF在一個相當好的位置,AF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他經濟上也已經有一個三千塊的領先 然後同時擁有巴龍 這時候來對中路施加壓力 機械身應該是絕對頗為痛苦 好 現在這個阿珠布爾其實整個裝備都起來了 然後有巴龍的狀態之下應該會 採取就直接做一個應推的趨勢 不過也沒這麼好 因為畢竟對方的Poke技比較強 而且有機械的狀態之下 要成功為何去做一個成功的推彈也是很困難 畢竟現在經濟不是真的領先非常非常的多 其實你有巴龍的話 這個會戰也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好意思 我現在兩個賽評前面的螢幕跳掉了 所以有點看不太到 沒有最難的 好 沒關係 我先看後面的大螢幕 沒有關係 看到 Art Doobro Frost 繼續展開這個進攻 那經濟還是跟剛剛一樣的仙了 好 但是 好 這邊阿瑟布直接可以往 他們直接做一個分推 以依瑞以來做一個 好 這邊阿瑟布是穩穩的在打 就不要這麼急的去推塔 因為其實有巴龍的狀態之下 其實也沒這麼好直接做一個進攻 好 現在我的畫面回復正常了齁 繼續來看這個會戰 非常有可能 TSN這邊又要強開一波 可是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說 傑西的角色就不適合強開一波 好 上路是 Reginal的 來逼迫伊瑞利亞 不斷地把他壓在牆上 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伊瑞利亞已經把天使角色出來了 這個 對 現在伊瑞利亞的傷害 跟坦地已經幾乎已經 已經可以打一個會戰的程度 這樣非常可怕 好 這裡是 阿瑟布霍斯特的分推 而且在 傑西衝上來要抓的瞬間 他們就分量去處地退掉 阿瑟布這個分推真的非常漂亮 就是剛才在 所以 如果他所有人 在那邊打中 可能就是非常危險 喔 哇 被硬開一波的時候 到了 然後加上 史哥的大學下來 犧牲掉了史加納 伊瑞利亞其實 邊打邊瘋身 一邊打一邊回頭 Q的結果是 成功的阻止了對方的追擊 想不到是一個 史哥來擋伊瑞利亞 是不是 感覺不知道哪裡 不是因為在塔下伊瑞利亞 還奈何不了史哥 如果不是在塔下伊瑞利亞 就上去把它切爆 喔 這個有點危險 那可能這個塔就直接會掉掉了 喔 機器人抓到了塔利克 但是反而塔利克過去左邊 KX迅速抓到擊倒 達克斯也已經倒地了 現在剩下場上剩下 史哥 機器人跟冒凱 只要先把史哥放倒 史哥剛才大絕已經放掉 沒有大絕的狀況下 這一個冒凱究竟能夠做什麼 果然不能做什麼 伊瑞利亞轉身緊抓 喔 哇 EXPECIAL剛才這一個 拉的那個爵士一拉 真的是一拉 真的是一拉 真的不僅救 不僅救到了冒開 而且還殺掉了一個 這個拉真的是架勢連城 真的真的 真的是金勢一拉 但是現在 阿豬布First攻擊力最強的兩元 正在這裡破塔 伊瑞利亞當著自己有破甲 根本什麼都不管 我們就扛著把它打掉 接著讓伊瑞瑞爾來硬殺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對方其實 葛雷夫已經復活了 葛雷夫已經 已經復活了 現在才想要跑 是不是有點太晚了呢 好 再來蝎子已經趕到 好 再來蝎子已經趕到 制止了TSN的進攻 對於阿豬布霍斯特來說 可以說蝎子即使感到真是 非常的巧 非常的好險 不然的話就完蛋 現在對戰比數是3比10 不過其實只領先三個頭而已 但是經濟上有7千多塊的領先 主要是有7個塔跟2個塔 直接5個塔的差距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還有龍跟巴龍的錢 都含在內的話 總共是8千 喔不對 這樣子是9千 快9千塊的領先 其實現在伊瑞瑞爾的所有大裝 其實已經差不多快出來了 等一下如果 這個 暴風大劍再換成那個 四血劍出來的時候 哇 整個傷害就變得非常非常 阿豬布其實已經快要全隊都滿裝了 有沒有 你看伊瑞利亞也是神裝 三項加智慧默認加天使獎 然後伊瑞瑞爾這邊是三項 然後有吉他接一個四血 其實大裝都非常非常滿 然後吸血鬼其實 沙漏已經 沙漏跟深淵已經出來了 所以整個會戰打起來 會變得非常非常強 威力極高 你又打不死他 你不打他你就要被他 就是 搬得Q 完全受不了 等一下阿豬布可能所有人 就集合直接推一波 中間的小兵塔 現在在等這個藍bub給伊瑞瑞 應該死 應該死 好看到阿豬布這邊有一個巴龍區的親眼 因為巴龍即將在八秒後重生 巴龍區的親眼其實TSN真的是不太敢打 但是這個巴龍肯定不能讓阿豬布佛斯吃到 好這邊已經集合所有人要來做一波中推了 那這邊已經沒有冰淨塔了 這邊其實對阿豬布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其實這邊有經濟上的一個領先 這一下連對方的藍buff都要拿掉 這次當然是很合理的 因為打到了這麼大的優勢 連藍buff都不要給對方 好這一個藍buff是給了吸血鬼 要讓他在會戰能夠做出更多的輸出 吸血鬼這個角色也是很適合降CD的一個部分 雖然前面他沒有回摸這個壓 但是到後期如果他那個 如果有多餘的藍buff給他吃是可以的 因為伊瑞瑞瑞已經有了 而且是新鮮的 剛吃到藍buff 伊瑞瑞瑞又要試圖衝上來打一波 然後這個整個會戰陣容 以來說打一波 開始的蘇瑞瑞感覺難度真的很高 你抓到了吸血鬼 然後伊瑞瑞瑞跟吸血鬼在敵陣正中央 這完全就是阿豬布的最想要的作戰方式 現在傑西先被打到沒有血 瑞瑞瑞瑞瑞其實也沒有血了 成功的把伊瑞瑞瑞打進了復活甲發動的狀態 瑞瑞瑞瑞瑞的大絕下來 這個時候吸血鬼精神把傷害吸收掉 然後其他以後繼續吸血 提身只剩下傑西一個人活著 阿豬布應該是會想要一波直冠中路 阿豬布 結西上來防禦 Badlife閃線上前以後呢 閃線上前暈住了 然後成功的A死掉了TSN 阿豬布卜老師的精彩的表現 從一開始的這個逆EU開始之後 阿豬布就一直守得非常非常漂亮 阿豬布卜老師真的感動到了極點 你看他們開心的表情 主要是這場其實 TSN我完全沒有辦法抓到伊瑞瑞瑞瑞 後面伊德热的傷害輸出真的太高 太高 太高了 後面其實全部都是EZ在打 然後貼身這裡其實 我覺得一直無所適從的感覺 我覺得整個陣容來說 其實真的是 阿珠波斯的選擇會比較好一點 氣氛爆炸低 不過本來就是這樣啦 勝敗來兵家嘗試的就是 幾家歡樂 幾家醜的這種畫面 其實已經看了非常多了 那也恭喜阿珠波Blaze